秦叔宝和上士徒两个人在僵场上比武较量 打了二十多个回合 金雄跟上士徒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咱们两个 虽然你已经对我有许诺 不让你那批唬了一爆鸣叫 但是我心里边觉得不放心 万一你觉得不是我的对手了 你要想取胜 又让你那批马鸣叫怎么办呢 所以说咱们两个最好这样 戳枪拴马 都在这僵场上把马拴在这 咱们两个部下交锋 上士徒一听 可以 上士徒心想性秦点 你就有那么大的本事 你就认定能胜我 刚才我跟你交战这二十来个回合 我还没看出来你哪一点比我高明多少 所以上士徒答应了 秦兄说好既然这样 那咱们各自下马 秦叔把第一个带头甩灯林安下了马 把自己这条虎头枪 砰 往地上一戳 黄标马拴在这枪杆上了 上士徒呢 也下了马了 把这金钻铁炉枪 砰 往地上一戳 虎雷豹也拴在这枪杆上了 秦兄说上将军 可有短兵器 上士徒一伸手 身背后凳住一队银装剑 秦兄身背后抽这队 熟通双剑 两人还都是剑 双兵器 秦兄把双剑左右一分 尚将军 请过来 上士徒可早有耳闻 知道秦兄 人称马踏黄河两岸 剪打山东九州六府 一北丹八县 盖山东半边天 上士徒心想 也许这个姓秦的 觉得枪法赢不了我 盖他的疏通剑了 这疏通剑是他的长相 噢 上士徒心想 我到底领教领教 看看这个 剑打山东九州六府 一北丹八县的秦兄 剑法是什么样子 所以上士徒望前一进步 摆霜剑 照着秦兄 一个流星赶月砸起来了 秦兄摆书通剑 望北招架 两人这一动手打起来 现在是不像 来来往往 上士徒一边打着 一边心里边再合计 上士徒心想 秦兄这疏通双俭 也没看出哪高明啊 他这个名声是怎么传出来的 由此看来呀 文明别见面 见面更平常啊 这不过大家是虚朋而已 所以上士徒 跟秦兄打了几趟之后 这心里边对秦兄啊 就有点看不上 瞧不起了 其实他哪知道 秦书宝是有意的 把自己的招数 使得那么捉笨 跟上士徒打的过程当中 让上士徒产生错觉 觉得这个秦书宝 双俭并不高明 能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他就是胜利了 秦兄用他的双俭 磕磕碰碰 来来往往 跟上士徒一边打着 一边往后退步 秦兄往下退步 上士徒就往前进步 步步紧逼 秦书宝是节节后退 上士徒这对银装俭 是一招快思一招 秦书宝这对熟通俭 眼瞅着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上士徒越打越精神 上士徒心想 姓秦的 闹了半天 你这个捡打 山东九州六府 一百丹八县 就这么两下子 我让你知道知道 今儿个我要把你秦穷 打败了之后 我上士徒这对捡 也出了名了 上士徒光想这个事了 他们两个人呢 已经离他那两匹马 又一箭多地了 就在这个时候 虎劳关那边的隋军 瓦岗山这边的瓦岗军 双方的这些军士们 一个个把眼睛瞪着刘元 都瞅着上士徒和秦穷两个人 在疆场上布下交锋 瓦岗军那边何家 哎呦我们秦元帅看来要不行啊 这怎么让人家逼得往后支退啊 一劲儿支跑啊 那个捡怎么不还手啊 一个劲儿架啊 虎劳关内部的大伙儿支鼓掌 好啊 我们上将军要上了啊 就在这个时候 尤打瓦岗军的那阵营里面 突然间穿出来两匹马 这两匹马 一匹是善雄信骑的那艾叶青 一匹是王军可骑的那匹火龙骑 这是军中的两匹豪马 这两匹马 这一出来 就好像剑打的一样 一开始啊 谁也没看见 这马上坐着谁 为什么没人 干清了 在那个左凳边上挂着一个人 这二位都一样 邓里藏身 这马冲上来之后 啪一翻身 坐到马上 这俩人是谁 可不是王军可 也不是善雄信 正是四十六友当中 八个夜行人 其中的头二位 上怀诸丁天静 这两个人 奉军士的命令 早已经做好准备 把善雄信跟王军可的 这两匹马借过来 一人一匹 别看两个人是部将 别看两个人 可能走高楼月大厦 如履平地会飞檐走壁 但是骑马的技能 更是出众 欲众不动 这马往前一走的时候 先来一个邓里藏身 不知道在那边看 就以为这两匹马 是脱了江 受了惊了 其实不是 马到了江场 突然两个人都坐到马安子上了 坐到马安上 就直接来到上师徒 秦兄两个人戳枪拴马那地方 一个人把一条枪牵一匹马 上怀珠就牵的是上师徒那匹虎雷豹和他那个提骨枪 丁天庆牵的是秦兄的黄标马和那是虎头枪 喷蹦两个人 八枪牵马 一拨马 他们俩骑着马 带着马 回去了 回了瓦康军的阵营了 就这么一瞬间 给人的感觉就一眨眼的功夫 江场上两匹马两条枪都没了 秦兄秦叔宝开始看见 秦兄一看见 两匹马牵走了 秦兄立时疏通双见 弹弹望我一开 紧跟着 进了几招 突然招数一遍 使上师徒为之一愣 上师徒一个 呀 上师徒心想这个姓秦的厉害 这个简的招数突然变了 上师徒正要准备精神 跟秦兄认真熬战的时候 秦兄突然 望我一纵身 站住 上师徒停住脚步 怎么 秦兄说 尚将军 今儿个咱们先打这儿吧 咱们明天在江场交战 上师徒一回身 哎 我那马呢 我那马哪儿去了 秦兄说 你那马呀 跟我那马 都牵到我们瓦钢军的军营里去了 啊 咱们回见了 秦兄不慌不忙 迈着四方步 往回来走 上师徒一看鼻子都气歪了 上师徒马上喊了一声 秦兄 你站住 怎么着 有何吩咐 我说秦元帅 我可对您一向尊敬 尤其是昨天 我身无寸铁 过瘾给我的老师调校的时候 您对我那一番宽容关照 我至今感恩戴德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们瓦钢军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秦兄说 我们瓦钢军做出什么事来了 偷我的马 偷你的马 对 秦元帅 照此看来呀 你们瓦钢军 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一帮鸡鸣狗盗之辈 你们就是一帮强盗 偷盗惯了 把我的马拖走了 让人耻笑 两军交战 我为战将者没有马匹 怎么能够发挥我的武力呢 秦兄 你要有本事 咱们两个上马在战 上师徒啊 这话可不能那么说 我问你 你把我们先锋官 程咬经捉住了 你是靠着什么呀 是靠你的本事吗 你无非就靠着你这匹马呀 上将军 你耻笑我们瓦钢军 偷盗了你的马 不对 我们这不是偷盗你的马 我们只是把你这匹马 暂时牵到我的营中喂养 当攻下虎牢官 当把你战败 或者是把你活擒之后 这匹马我还还你 不是把你马归我们所有了 上将军 兵法有云啊 兵不厌诈 现在为了取得虎牢官 为了战败你上师徒 我们不得不如此 你有这匹马 在情急之下 你就可以让你这匹马鸣叫 你这马鸣叫 别的战马躺去了 你是靠马得胜 不是靠你人得胜 我们把你这匹马牵走 我看你人到底有多的本事 哎呀 上师徒心想这秦琼 真有他的啊 他能想出这个招数来 秦琼 照你说来这马 你就不还给我了 秦叔宝说 不是不还给你了 还你有期 等待时机 回见 说这话秦琼还望回走 上师徒 那马跟枪一丢了 上师徒那心 马上就揪揪起来了 上师徒心想 我号称四宝大将军啊 这枪和马就是两宝啊 这两件东西丢了之后 以后我就不叫四宝大将军 我就叫两宝大将军了 二宝 这叫什么名 上师徒马上告诉秦琼 秦琼 你留步 还有什么话说 秦琼啊 好 算我上师徒 没有准备 就算我输你一招 我问你 秦琼 咱们有没有什么商量 你能不能把这匹马尽早的还给我 秦琼说还给你 当然可以还给你啊 啊 我没说吗 我们既不是盗又不是抢 把你这匹马迁到我的营中去喂养 你要想让我还给你吗 那总得是有条件的 上师徒说可以呀 说 什么条件 秦琼说你把我们的先锋官程咬金给捉住了 要想要这匹虎雷豹和你这条提炉枪 那把程咬金连人带马和兵器一起给我们送回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马和枪还给你 就这个条件 如果你不答应 那好 我们的先锋官我们也不管了 你这匹马和枪你也别要了 咱们明日再战 上师徒心想 我这马怎么我也得要啊 上师徒想了 我把程咬金捉住 程咬金这个是瓦岗军原来的首领 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连隋阳帝杨广都能知道 我把他要是借往朝中 皇上一看见肯定高兴 说不定就赏给我万两黄金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 我这马和枪回不来了 我这马和枪啊 这是我的命啊 万两黄金就买不了我的命啊 我呀 宁可不要皇帝赏赐 我不要那个程咬金 我也得要我的狐狸猫和那位的铁卢枪 所以上师徒在短暂的权衡之下 说了 秦元帅 你说这话 可是出言有信 秦求人当然了 我是军中的首领 绝不誓言 好 秦元帅 我马上就把你的先锋关程咬金放过去 你能不能马上把我的虎雷豹和铁卢枪还给我 秦求人当然可以 那你先回到你那边 告诉你们守卿人 把程咬金给我放过来 然后我把你的虎雷豹和铁卢枪就送回去 好了 秦元帅 咱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秦叔保证那当然 如伯染造板上钉钉 回去 上师徒步行奔自个儿的阵营中走去了 秦冲奔自个儿的营门这儿走来了 各自回到七脚下 上师徒马上吩咐首先人 那个程咬金哪 这程咬金哪 正在城门洞的地方压着呢 隋军们在这看守着 准备着上师徒回来 城门一开 就把他给带进城去 可是这回上师徒倒是改主意了 把那程咬金给我带过来 隋军就把程咬金带过来了 旁边有人在后边牵着他那马 马上挂着他的大斧子 上师徒说 程咬金今儿个算你幸运 我准备把你放了 程咬金一听 还怎么把我放了 啥够来这个 两国交兵 你把我捉住之后 我诉求一死 你以为我贪生怕死 危刀必见 老程不弄人 行了 姓长达 今天算你呀 碰着便宜了 你们那边的人把我那匹虎雷鲍给偷过去了 我把你放回去 他们才能把我那匹宝马放过来 你以为我心甘情愿的愿意放你吗 我放你 其实为了换我那匹马 这么回事啊 程咬金说 那就叫兵教师火该着 那我一点都不知情 你为了得你的马才放我 你爱放不放 上师徒一看 你看这个程咬金 整个一个滚刀肉 整个一个宁头巾 我把他放了 他还不知情 没办法呀 为了自己那宝马 宝枪啊 就得放他 来 让他坐在马上 绑绳先别松开 为什么不松绑绳啊 上师徒心想 在我的阵营里边 绑绳给他一松开 他一抬腿把斧子摘下来了 在我阵营里边 乱杀乱砍一通 这要犯不上 现在 在上师徒的心目当中 还把程咬金 视作一名勇将 因为程咬金一马三辅 掏掉他的亏英 他不知道程咬金 后不该多的本事 他哪知道 程的爷就这三下啊 他要知道这三下 上师徒 也不至于这么提心吊胆 说着话 随军就把程咬金 架到那马上了 程咬金背着膀 坐到自己的卷毛授上 有人牵着马 来到门戚前面 面对着瓦岗军那边 这个时候 上师徒在程咬金的旁边 往那边一瞧 一看那边 真把他那批虎雷抱 还有那个提炉枪 枪在那马上挂着呢 也在门戚下面准备好了 上师徒站在这边 冲那边喊 喂 秦元帅 准备好了吗 秦琼那边 告诉小七人 把他这匹虎雷抱 给他准备好了 瞧着对话 如果上师徒 把程咬金放了 咱们马上 把他这匹马 就给他放过去 七标七国员 在旁边一瞧 千二哥 我看这样 先让他放 他那边 只要是一放 程四哥一过来 咱把他这马呀 别白让他过去 给他马屁股后面 挡三刀 让他带点伤 秦琼说 那是什么话 哎 我们瓦钢军 能这么办事吗 齐国远时 他这匹马遭恨 这马 是怎么伤出来的呢 哎 我估计这马呀 他妈准是让老虎给误了 要不然怎么这马一叫 出来老虎动静 秦琼这少要说废话 瞧着 秦琼这边冲那边喊了 尚将军 请把我们的程先锋放过来 尚师都一瞧 吩咐他们手下人 哎呀 把程要进放了 让他这匹马过去 随军手下的副将参将 跟尚师都就说 尚将军 咱们先放 尚师都是你们嫌犯 我看秦琼 不是那种 出口食言的人 放开 好 啪 有人朝着程耀金 这批坐机的后座上 拍了一巴掌 这批卷毛狮子红 四体蹬开 程耀金这边一放过去 那边 秦琼吩咐 放他的狐狸豹 这把狐狸豹 也放 这批虎狸豹 任得他自己的阵营 也任得他的主子 奔着虎牢关方向 这匹马四体登开 跑过去 程耀金也过来了 程耀金一来到瓦岗军的圆门外阵营下 众位弟兄赶忙过来给程耀金松了绑伤 程耀金掐了掐自己的胳膊 疏通疏通血液 他娘的绑得真紧 我这个胳膊都有点麻了 程耀金跳下马来 二哥 多谢您救命之恩 要没有您这招啊 我老程弄不好脑袋搬家了 齐国远载朋友过来 四哥 你受惊了啊 程耀金说没事 我跟你说兄弟 你四哥就是这样的人 福将逢凶化吉遇难成降 看见没 被绑过去了 还得让他把我再放回来 这叫能耐 这叫本事 齐国远载 那当然啊 四哥 今儿个我才知道四哥您的价值啊 啊 我的价值 我什么价值 齐国远载四哥呀 你看 您在那边 一过来 咱们这边 把上师徒这虎雷豹这匹马 放过去了 这叫走马换将 上师徒这匹马过去 您就过来了 上师徒宁可让您换的这匹马 所以您的价值呢 就是一匹牲口钱 呸 承咬清楚 你说这叫什么话啊 我就一匹牲口钱 那可不问 你说要不然的话是上师徒 怎么同意给您换过来呢 哎 可以是啊 行啊 什么甭说 我回来就好 就这样 今天秦兄马上收兵回应 到了大量之中 秦兄就跟徐毛公商议啊 说明天还要出征啊 还要跟上师徒将场交战 明天这个仗怎么打呢 徐毛公跟秦兄就商议了一个作战计划 转过天来 早饭以后 秦兄亲属宝 带领着一班将官 又放炮出营 裂开队伍 园门外把阵势摆开之后 冲着虎牢官讨的要阵 秦兄今天这一讨的要阵 虎牢官放炮起身 关门一开 随军拥出 大到其高挑 门其分为左右 看上师徒跨其虎类报 手端提鲁枪 来到江场之上 秦兄也催一马向前 两个人马打对面 秦书马说 尚将军 今日咱们两个怎么交战呢 上师徒说 秦远帅 今天 我们还像昨天一样继续交锋 分个上下高地 秦兄说这样 我们今天在江场上就不下马了吧 上师徒说 那是你让我下马我也不下马了 我再下马 待一会儿你们诱惑的人把我马给我偷走了 上将军何出此言呢 我们怎么是偷你的马 偷你的马为什么还还给您了 那不是换了成小金了吗 对呀 我们这有条件的 走马换将嘛 今天江场上 咱们就以枪交锋 好 说的话 上师徒抖枪就此 秦书宝百枪 万别招架 马打攀魂 马来马往 双枪并举 打了有二十来个回合 上师徒就发觉 秦书宝这个枪法也一般 他到底是真一般呢 还是假一般呢 上师徒也弄不明白了 就这功夫忽然间秦兄 削减一枪 莫马 往下就败 上师徒是紧催坐马 随后追雷 谢谢大家